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新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 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的熊猫馆门口 那新宁熊猫馆呢 也是目前我国海拔最高的熊猫馆 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单体熊猫馆 即将入冬的我们呢 已经开始供暖了 那熊猫在高原是怎么过冬的 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王老师您好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熊猫馆内 我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冬天要来了 越来越冷了 咱们的熊猫在我们的 就是高海拔地区 就是这种冷度比较高的地区 我们是怎么给熊猫过冬的呢 像我们大熊猫的话 适合生活在零下15度到26度之间 如果心灵的入冬比较早嘛 气温低于15度的话 我们会把大熊猫从室外展区 迁到室内展区 并且开启我们的地暖 它有地暖 没错 那像我们就比如说家里有地暖 然后我们天热了 我们是可以开窗通风的 那对于熊猫来说 它们如果热了要怎么办呢 我们厂 我们馆内是同样是有中央空调的 我们可以开启中央空调 给它们降门 就是又有地暖 又有中央空调 没错 这熊猫过的日子 比我过的还要好 那就是 那关于它们吃的 就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还是它们一年四季都差不多的呢 都是差不多的按照每只熊猫的身体所需 然后严格是按照它们这种来配备的 那我们的竹子是怎么样一个供应的情况 像我们的竹子是两天一次 从四川空运过来的 两天一次 那就证明它每天都可以吃到家乡的食物 新鲜的 而且是新鲜的 比如说当天采 当天砍完采完 立马就是空运到我们吸引的 哦 玩熊猫的生活过得可真好 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些熊猫的家 以及它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吧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的奶妈要给这个圆满大熊猫 再进行一种行为的训练 然后我们来问问奶妈 这个训练为什么叫钓猫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们这个熊猫 它这个钓猫 为什么要钓猫呀 因为大熊猫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来去参观的时候 都能看见 它们其实是平时是比较懒的嘛 然后一个是锻炼它们的一个活动量 然后再一个的话 就是锻炼它们的一个后知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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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